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开心麻花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沈腾 他搞笑功底也都是知道的 当然 开心看到他的影响力 自然会把最好的资源给他慢慢的 就会忽略其他人 也正是因为这样 演员王宁离开了 紧接着又一个演员魏翔也要走 向影视方面挺近 不过魏翔是相对幸运的 得到了西红教练一脚 发现更适合演戏 就走了 粉丝以后看不到他们了 有些难过 网名这个喜剧界的才子 在跨入喜剧之前 还是个小有名戏的演员 参演过众多的影视剧 虽然都是一些是配角 真正走入大众心里 还是参加小品天网的演出 在那之后 许多的作品中都有他的影子 即使只是签约演员 在开心中也有不能代替的作用 纵使这样 那时候红的发子的神疼 才是公司看中了他的影响力 也确实很大 带给公司的利益也是不可估量的 得到重视的王宁只好离开麻花 找寻更好的发展 本身他就是一个演员 应是补过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在别的地方带给我们欢笑 麻花里出众的演员太多了 内想也是当中的一个 也许是公司对他和王宁的边缘化的原因 又或许是其他的原因 在前者走了以后 他也有离开的想法 无疑这个胖乎乎的男人是幸运的 在之前的首富中 让他拥有教练的角色 他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一举手 一投足都表演得很有样子 简直就是本色出演 因此也真的观众的喜爱 其实在首富中的戏份还是不少的 但是这样的机会还是来得太晚 时间这或许是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魏翔还是离开了开心团队 人没有一直在一起的 团队也是这样 如果有了更好的发展 都会有离开的 即使王宁和魏翔他们两个走了 有一点是很肯定的 他们都是开心的付出者 曾经在里面也是特别重要的 那些事迹是磨灭不掉的 对于他们来说 离开能有更好的发展是值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